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随着历史证据跨过鸭绿江的热播,抗美援朝这段气壮山和影响深渊的历史 再次成为舆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有人认为,出兵朝鲜是毛泽东一生做出最艰难的决定 这是因为,一方面1950年中国大陆并未完全解放 西藏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地区还盘踞着大量国民党残余势力 其他地区还有数量庞大的土匪 稳定内部局势的压力非常之大 另一方面,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消耗 民生凋敝,百业带心,急需休养生息和恢复国力 还有所面对的对手太过强大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又纠集了十几个西方国家做帮手 从摆上桌面的牌来看,这是一场必输无疑的战争 这些分析都可谓真真见血,直戳新中国的软肋 但是,如果站在更高层面来看 朝鲜半岛上的局势走向正是影响内部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抗美援朝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 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立国之战 翻开东北亚的地图,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 朝鲜半岛处在中国、俄罗斯和日本三个大国的包围之中 有隐秘的王国之称,朝鲜独特的自然地貌形成了一个天然屏障 它的东海岸是一道连绵不断的峭壁 西海岸是一网著名的原浅滩 港湾仁川可以与海陆相连 但仁川却不是一个优良港口 湾内海潮变化频繁 涨潮和退潮时间相隔短暂 涨潮时舰船可以顺海流进入港岸 退潮时强大的回引力能够将舰船推向胶岩 退避不及的舰船会搁浅在淤泥之中 朝鲜半岛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重大战略意义 中国、日本都想将朝鲜半岛置于本国的控制之中 而夹缝生存的朝鲜人也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 几股力让了争斗不息和来来往往 构成了朝鲜半岛千年以来的发展主流 而且朝鲜半岛上的局势走向往往就是东北亚力量格局的反映和写照 在中国史书中 关于朝鲜半岛的记载非常之多 比如我们一般认为 朝鲜人是商朝贵族继子的后代 朝鲜也被视为朝共体系下 自汉以来我国传统意义上的藩属国 而征伐朝鲜半岛更是历代皇帝文质武功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出名的莫过隋阳帝阳广曾三度出兵朝鲜 为的就是隔断突厥以朝鲜的勾结 保证东北边境的安宁 而在日本的历史记载中 朝鲜半岛也是垂涎三尺的肥肉 版本太良的日本史中写道 公元四世纪中叶 日本刚刚完成国内统一就举兵攻伐朝鲜半岛 并取得了非凡的武功 百计发誓永称西藩 把朝鲜半岛的南半部分视为自己的领地 到了明朝中叶 日本军阀风级秀尘更是野心膨胀 不仅想全部占有朝鲜半岛 而且准备以朝鲜半岛为跳板 进而攻占中国 进兵东南亚 这成为臭名昭著的东亚共荣圈的最初构想 进入近代以后 俄罗斯加入对朝鲜半岛的争夺 1913年 日俄还为争夺该地区的霸权 爆发了著名的日俄战争 地缘政治是国际政治最根本的因素 而朝鲜半岛就是决定 东北亚格局最重要的地缘因素 梳理历史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 凡是我国在朝鲜半岛的争夺上处于优势时 往往处于或者将迎来和平盛世 一旦在朝鲜半岛上失利 我国的形势就会变得异常严峻和困难 迄今为止 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共发生战争三次 其中唐朝时的白江口战役和明朝时的抗日战争 均以我国取胜告终 白江口战役换来日本的彻底臣服 确保了东北亚将近千年的和平稳定 明朝抗日战争尽管赢得有点侥幸 但也成功击碎了日本人侵略扩张的野心 第三次 也就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 则以我国的惨败告终 此意志败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我国最惨痛的失败 此意后 我国不仅失去了东北亚老大的江湖地位 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 以巨额赔款资助了日本人的现代化进程 击碎了中国人最后一点的自信 还丢失了台湾等东部沿海的外部屏障 使我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动 而日本人依靠这场胜利 一跃成为亚洲的代表和西方强国 来自中国的巨额赔款 使得日本顺利确立了梦寐以求的金本位置 国内经济飞跃发展 军事力量更是进一步得到加强 1905年时 日本的轮船达到1390艘 这是1895年的两倍 总冬位数达到126万吨 增加了三倍 板本太郎在日本始终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将该胜利称之为福自天来 这场战争还有一个重要的后果 进一步膨胀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 风尘秀吉的大陆梦想再次进入日本精英的视野 现在日本人视作民族精神象征的经过神社也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 直接造成中国居民3500多万人伤亡 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5600余亿美元的抗日战争 也可看作是甲午战争的余震 所以将朝鲜半岛视为中国的生命线 国运的重要象征毫不为过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朝鲜半岛被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分别占领 以38度违线为界 北部为苏联控制 南部为美国占领 到了1946年 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苏联采取了 以意志对抗意志 力量对抗力量 观念对抗观念 直到苏联扩张最后衰竭的全面遏制政策 而苏联也开始了全面的反击 美苏争霸的冷战正式打响 在此背景下 朝鲜半岛成为双方决力的主要战场之一 1950年6月25日 金日成的北朝鲜发起对南朝鲜的进攻后 美国将此解读为共产主义的侵略 在美国的鼓动下 成立不久的联合国立即通过决议 组建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开赴朝鲜半岛 美国将军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司令 到了9月份 金日成的北朝鲜军队就被联合国军击溃 逃回了38度违线以北 但此时的杜鲁门迈克阿瑟 并不是为了恢复战前的局势 而是要将整个半岛归于西方阵营之中 当时美国国内麦肯西主义盛行 对苏联及共产主义强硬是天然的政治正确 稍有迟疑和投退都可能被扣上 共产主义嫌疑的恶名 而联合军司令麦克阿瑟在反苏联 反共产主义上更是一无反顾 他一再叫嚣要将战争烧至中国 甚至不惜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不仅口上这么说 实际上也将炸弹投在了中国的领土上 麦克阿瑟的扩大战争论 让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看到了反攻大陆的希望 他积极地向美国人提出 台湾愿意派兵三万参与到朝鲜半岛的战争之中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俄罗斯作为东北亚政治的重要参与者 但其战略重点总是在欧洲 在亚洲遇到挫折容易退缩 1904年的日俄战争就是例证 俄罗斯人不会在东北亚拼命 就在朝鲜半岛的争斗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后 苏联也一度退缩 综上所述 基于传统地缘政治 特殊国际政治背景 现实的安全需求 中国决定出兵朝鲜 保家卫国并不是简单的备战口号 而是不得不做出的必然反应 而且 中国入朝作战后 以五战五截的战绩狠狠地教训了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美国总统杜鲁门不得不撤换掉 号战的麦克阿瑟 并寻求谈判解决朝鲜半岛上的声端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